女人一夜魂穿 摇身一变成了任人羞辱拿捏的药人千金 十年囚禁不够 竟还要取他性命 岂有此理 我看要死的是你 本是玄陵世家的继承人 尚通阴阳鬼魅 夏至疑难绝症 你问他为什么现在活得如此自在 还要感谢那个三年前就自己性命的神秘男子 没错也就是那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这样的缘分还要从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开始 尚书府内 嫡女陆妙龄的乳母正向他禀报 丞相府近来似乎听到了什么风声 你也不再需要这妖女的心头血续命 那被杀了吧 十年要人的非人生活 早已让这位丞相府千金生不如死 生的希望在一点点泯面 可如今没有利用价值的他 真的面对叹自己死刑的这一天 依然是那么的心有不甘 还想拼尽全力最后一步 脚吐死 走狗篷 颤威着身体站起 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也只能说出这些年最想说的话 陆妙龄 大病出狱就想灭我的口 十年来还偏偏只能喝我的心头血续命 很难受吧 这些话也是陆妙灵心里的那根刺 被激怒的他拿着簪子冲向女人 我堂堂上舒服敌女 几十轮的道尼指寨 尖锐的簪子扎入女孩的胸膛 这十年的折磨终于结束 女孩也终于可以回到 那个有家人疼爱的故乡 恶毒的如母还想最后挖去女孩的心 突然外面雷声震震 女孩的眼也阴声变得心火 恢复意识的女孩猛然做起 一把抓住如母那拿着尖刀的手 右手抓住手腕 左手则拿走尖刀 挖心 袖平民 接着右手的用力 直接将如母的手腕捏碎 下一秒就将匕首刺入如母胸膛 我看要死的是你 这一连串的操作 直接吓得陆妙灵发容失色 连连后退 满软的跌坐在地 此时的他也只能无助的命 妖女 你别过来 女孩愤怒的一步步逼近 陆妙灵也不住的往后退 直到退无可退 尖刀对准胸膛 陆妙灵苦苦哀求 小月 对不起 我根本不想杀你 都是如母教措 我一时鬼迷心窍 不重要了 回想圆主一生 套着圆主心头血续命 十年的尚书府女女 痊愈之际就迫不及待地痛下杀手 你可曾想过给她一条生路 只可惜现在站在这里的 可不是原来那个人 而是我玄陵家族的继承人 慕幽月 现在是我想杀你 忽然外面传来声音 快点 小姐的院里有动静 外面来了救兵 势单力薄的慕幽月 也只好放出自己的小弟 顷刻间痴妹王两筒筒先生 吓得来人呲哇乱叫 最后一整个上书府 又充斥着有鬼的尖叫 慕幽月带着小弟趁乱逃出 见以无人追来 便就地打坐 想要先修复伤口 这十年的折磨 已让这副身体千疮百孔 还没运气一口老血 就从口中喷涌而出 这一幕正巧被远处的男子看到 男子来到慕幽月身边查看 而慕幽月则是强撑着意识 刚看清楚男人模样 就体力不知昏了过去 哎呦仇人还真是自己送上门了 距离慕幽月逃出上书府 已过去了三年 他在小莲村已然成为了一位名医 现在的他正惬意地享受着 这田径的阳光 这样惬意的生活 时不时也会让他想起 三年前的那个晚上 那个俊美的男人 是他为自己丹药 也是这颗丹药三日的序面 才让自己有了充足的时间自博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救了自己之后又去了哪里 营绕了三年的问题 始终没有答案 思考之际隔壁里 婶传来声音 穆姑娘 张伯的儿媳妇 刚刚生了个大胖闺女 给你送了好些红鸡蛋 还有喜糖过来 沾沾喜气 你都坐上面老半天了 咋还不下来呢 话说回来也不是自己不肯下去 那下面的毛茸茸从前世到今生 一直是自己的思绪 那个李婶 京城来求医的人还没来吗 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耽误 不知过了多久 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从马车上下来的居然是陆妙林 他依然脾气暴躁 爹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种穷乡僻壤 怎么可能有神医 下车的瞬间他有些呆愣 这里不仅穷乡僻壤 就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 他还没见过如此傲慢的地方 激愤地冲入院内 看到坐在桌前闭目养神的 慕幽月志文 你是谁 让你们这儿的神医滚出来 这个声音好不熟悉 那是原主客在骨子里头 戴着面纱的慕幽月 瞥了一眼那个恶毒之人 不紧不慢地回忆 我便是这里的待人 尚书府的人若不是诚心求医 那就出去 吃了瘪的陆妙龄 更是气愤 敢这么和本小姐说话 是不知道本小姐的身份吗 竟敢如此怠慢本小姐 信不信本小姐 能让你们整个村子消失 这边气得要爆炸 那边已然悠然自得的品的茶 火气那么大 怕是因为不孕吧 一语道破 尚书也是佩服 看来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此时李婶也来介绍 我们神医 专制各种不孕不育 咱们这儿的好几对夫妻 都给医好 听了介绍 尚书更是幸福 推着女儿赶紧医治 虽不情愿 但听了自己的病症 和别人的介绍 身体还是诚实地伸出了右手 剑以上钩 慕幽月继续分析 这位小姐患过重病 虽已痊愈 但肺腑损伤难以修复 加之平日养 尊处优 反倒不适合授欲 那该怎么办 慕幽月一边示意理婶 去做准备 一边继续说 想必二位之前 也试了许多半个 也应当知道 吃药条理作用不大 吃药三分毒 我这儿倒是有促成的法 只是过程煎熬 不知二位可愿一事 有着好事哪能不适 妇女俩当即答应 此时的陆妙龄 也没有来时的暴躁 只是幸福地跟随慕幽月 来到后院 慕幽月吩咐李婶 绑住陆妙龄的双手双脚 陆妙龄见此情形有些慌乱 你们要干什么 尚书也是有些担忧 李婶的一番话 打消了她的步履 小姐平日里过得太过精致 神医这是帮她快速接地气 忍忍就过去了 接下来慕幽月一下下拉动绳子 陆妙龄瞬间倒掉半空 她哪受过这种罪 在半空中大喊着 好痛 放开我 下一秒又将她垂入猪圈 竹竹开心地舔着她的脸颊 陆妙龄还在命令着 哄死了 快放我下来 一无可疑的尚书也只好无奈劝说 妙龄 你且忍忍 等熬过去就好了 慕幽月今天的好戏算是看过瘾了 心情也是好了不舍 既然她这么想下来 也就如了她的心愿 这边一个松手 那边的陆妙龄也就顺势掉进了猪圈里 她的到来瞬间成为猪界焦点 这个狼狈遭遇 就连陆妙龄自己都不敢相信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心情舒畅地看着眼前的仇人 呵呵 陆妙龄 你也有今天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护女狂摸摸成像上线 那真不是一般的狂 就在刚刚慕幽月 趁着给陆妙龄治病的牛头 把陆妙龄光明正大的丢进了猪圈 被猪猪一阵蹂躏的陆妙龄 终于发现自己被细数 恶狠狠地冲着慕幽月吼道 你分明就是在耍本小姐 此时的慕幽月也揭开自己的面纱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仇人 耍你又如何 随后幸灾乐祸地看着陆妙龄空空如也的肚子 看来这几年 你过得也不怎么样了 连个孩子都怀不上 昆王和太后知道吗 陆妙龄没想到慕幽月居然没死 不但没死 还栽在了她的手中 就连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也被她知道 要是传到昆王和太后那里 简直不堪设想 这么看来慕幽月必须死 这时尚书路有会混混顿顿地从屋里出来 见靠山来了 陆妙龄也更有底气 爹神医就是慕幽月 不能让她活着 快杀了她 女儿的动静 让陆妇瞬间清醒 想到刚才的饭菜 也似乎明白了这一切应该是早就设计好了的 被耍得陆妇气急得上来 就要拔刀砍人 慕幽月今日我就斩草出根 眼看刀尖直逼胸膛 慕幽月想要发动灵力阻挡 砰的一声院门打开 我看谁敢碰我的女儿一根头发 紧接着丞相慕昭辉愤怒地指着陆勇慧就好 陆勇慧你可真是能耐 慕幽月也认出的来人就是原主的父亲 没想到自己也有靠山 这下有好戏 立马掐灭灵力 关大一击压死人 看到如此愤怒的丞相 身为上书也是有些后怕 丞相大人说什么 下官听不懂 见他装傻身为父亲的慕昭辉更是来气 别给我装疯卖傻 我相府敌女被你藏匿十余年 刚才还险些对他动手 否则 就是我慕昭辉拼上老命也跟你没完 陆妙龄眼看拼爹拼不过 只好拿出王妃的身份来压 丞相大人 说话还是小心点为好 你想让本妃的家族血债血偿 是完全没把昆王殿下放在眼里 这么多年才找到女儿 这口恶气怎么能挺 对着陆妙龄就怼 昆王算得糗 管你是谁 这件事没完 丞相应刚就连皇上都得让三分 更何况个王妃 为了保命 陆妙龄只得拉着自己的爹先走 砰的一声 二人就消失在烟雾中 真是没想到堂堂王妃还用如此下三满的手 气得丞相又是一顿输出 有人保护的感觉还真是不错 这老爷子越看越可爱 事情告一段落 终于可以和女儿好好聊聊 呜呜 我可怜的宝贝啊 是爹爹对不住你 这么多年 爹爹一直以为你和你娘一样 死在了那城大户 却不知原来你一直就在爹爹身边 是爹爹没用 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真是没想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成像 现如今竟成了哭哭啼啼的女儿 园主的这位父亲倒是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穆爸爸拉着穆优月的手恨求 田田 爹和哥哥们都盼着你早日回家 你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田田 这是园主的小名 回家的路还真是艰难 现在的老娘可不是当年的那个柔弱女孩 处理走了路家妇女 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女儿 穆襄心疼的一个劲的劝说女儿回家 还气愤的表示等回了京城 就把路家那一对畜生老小八批放血 依解女儿心头之恨 穆优月望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爹 这关心模样也不像有假 心想原以为丞相府放任敌女被困别处十余年 是因为本就毫不在意 看来是另有隐情 而且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路家遭受的那些痛苦 远不是给路妙龄一刀就能一笔勾销的 正准备开口应下 穆襄见女儿迟迟不回话 又难过的哭了起来 哭得沐优月脑瓜疼 闭嘴 不准哭 女儿生气 吓得沐象赶紧捂住嘴小声嘟闹 不哭不哭 田田别生气 心想 别说田田还挺凶的 李婶在屋里一边帮沐优月整理衣服 一边不舍得看着院里热闹的妇女俩 看来是要启程了 与此同时 逃出去的路妙龄还在为自己的事情败露担忧 爹 如今事情已经败露 说什么也不能让沐香和沐优月顺利回京 否则我们麻烦就大了 陆妙龄恨不得现在就解决了沐家妇女 可在官场混迹多年的陆府 还是有些后不知忧 回想过去 若不是妙龄出生便顽疾缠身 自己又何须听信沐优月的血 能让人气死回生的传闻 又何须趁那场大火把沐优月捕到家中 现十年过去 虽说靠着她的血治愈了妙龄的顽疾 但如今被丞相察觉 引火烧身 想通了这些陆勇会捋着自己的胡须沉吟 这次出来 为附带的人手都不够 恐怕 陆妙龄诡异的一笑 从衣袖里掏出一枚令牌 爹爹勿脑 我有昆王殿下暗中培养 咱们可以在平州边境社会 一日 马车驶入平州边境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 马车内沐像还在感动女儿 终于肯跟她回家 正在闭目养神的沐优月 突然感知到外面急促的脚步声 大概二三十 外面的打斗声让沐优月瞬间紧涕起来 看来这群人是朝着自己来的 沐优月瞬开车帘 看到自己手下伤亡的一剩寥寥无几 焦急地转头嘱咐你 甜甜你别怕 坐着她 话还没说完 就吃疼地被沐优月拽着一女头发给拽红 沐优月诡异的轻笑 手中拽下的柔软发丝 由于灵力的注目 一瞬间化为力气从车厢里飞出 直直地刺入黑衣人一场 嘴巴都被一声 黑衣人阴声倒地 当场毙命 这么诡异在场所有人全都傻了眼 眼看势头不对 吓得其余黑衣人慌忙逃窜 此时沐优月霸气地下车 拿着剑一步步逼近那个漏网之鱼 沐香目睹了这一切 也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厉害 黑衣人被他的威压压的动弹不得 沐优月将剑抵住黑衣人驳梗 说谁派你来的 身为死事保密是最起码的邀请 黑衣人默不作声 可细节还是出卖了幕后之人 沐优月定睛看到剑上的人意 不正是昨日逃跑的陆家恶人 沐优月嘴角上扬 原来如此 修了一下 长剑飞出 划过陆妙龄的脸 稳稳地扎入树杆 爸爸的小甜甜终于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沐优月和自己的老爹遭到了伏击 沐优月霸气地利用发丝 解决了黑衣人 还将一把刀插在了陆妙龄的面前 心想取他性命一如反掌 但留着命 才能让陆妙龄好好体验 自己为他准备的大力 解决完黑衣人不再过多追究 沐优月转身叫上父亲离开 走吧 还得继续赶路 与此同时 被警告的陆妙龄腿软的还无法站起 想起刚才的那把刀仍心有余悸 若是那刀再偏一点 恐怕自己就要交代在这 看来他必须死 这边保护了家人的沐优月 心情也是格外的好 父亲还在为刚才女儿的出手 喋喋不休 甜甜那招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传说里的太青山神医也是你 此时的父亲好似十万个为什么 满心都是疑问 沐优月可没有那个耐心解释 只是微笑着比了一个近身的首饰 女儿这几年在外经历颇多 方才的手段和医术都得保密 可爱的老爹被女儿的笑容彻底征服 我闺女也太可爱了 随后高兴地应贺了 对对对 秘密 这是甜甜和爹爹之间的秘密 不许叫我甜甜 就这样女儿和爹爹在路上吵吵闹闹 一起度过了七日终于到达了城巷 老父亲绅士地扶着女儿下车 甜甜到家了 刚降稳脚跟就传来声音 爹 甜甜 你们可算回来了 只见一片片英俊青年拿着折扇 画面甚是好看 甜甜 我是你二哥 不愧是一家人 尾不过三秒 这二哥就激动地当场哭了起来 呜呜 这么多年过去 你肯定吃了不少果 看看这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们家甜甜还是和以前一样娇弱 见识了女儿真正的实力 穆爸爸可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娇弱 咱们甜甜才不娇弱 生怕老爹说漏嘴 本来还一副乖巧模样的穆忧月 瞬间一个眼神甩了过去 吓得老爹不敢再坑气 穆爸爸拉着女儿往府里走 甜甜一路赶车累 我先带他去住的院子休息 老二也表示要拆人去叫回老三 穆爸爸还在介绍着其他成员 老大最近在军营忙活 小四街案子去了外 估计还要两天才能回来 终于来到了精心为女儿准备的院子 穆爸爸最是开心 甜甜你以前住的院子太小了 爹爹特意给你准备了府上最大的一间院子 无妇丫鬟都退起了 却什么就跟爹爹说 看着下面乌泱泱的一众仆人 这比开个公司的人都多 这老爹可真是奢侈 穆幽月头痛的扶着额 够了我不需要太多人 乌乌又被嫌弃了 弱小的父亲只好委屈地同意 随后穆相便吩咐丫鬟 带穆幽月去沐浴休息 看着女儿的背影 穆父满心都是疼爱 甜甜回家了真好 突然看到门外鬼鬼祟祟的身影 穆相立马秒变正经脸 你过来 这老爹还真是个变脸怪 十三年未见女儿 见到女儿就满心满眼的 都是小甜甜 我的小甜甜是天底下最乖的女孩 可看到儿子就立马变了脸 满脸嫌弃地板着脸 你过来 老二嬉皮笑脸地走了出来 干嘛呀 心想 好家伙 刚哄完甜甜就破功 老头子这个变人怪 这老爹可没闲工夫配儿子玩 直奔主题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老二拖腮漫不经心地回答 有进展了 趁陆勇会不在府里时 我悄悄摸了进去 陆府的几个老�� 在我的一通美男记下 话没说完 迟迟听不到重点的老爹就急了 说正经的 吓得老二一阵惊慌 尴尬地轻咳一声 那几个老嬷嬷 都说甜甜是十年前被陆勇会抱回去 她对外说是在外面捡到一个姑女 当时甜甜还昏迷了好几日 醒来后就被安排在了陆妙龄的身边 其中有人说 陆妙龄自幼身患隐疾 但甜甜被安排在她身边后 陆妙龄的气色逐渐好转起来 但儿子说完 沐象的脸色已然黑了一半 果然如此 老鹿的一拳砸在门板上 甜甜以前在我们家 连一根头发丝都宝贝的 陆永辉这个老王八 竟然用我女儿的血来救她的女儿 越说越心疼女儿 沐象的嗓音也多了几分哽咽 整整十年 她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受了 我们却一无所知 老二也实在不能忍 气缘太甚 不如咱们也一把火烧了陆家 说到报仇 沐象的眼神也变得犀利 不 一把火烧了太便宜他们了 此时事关甜甜的名誉 我们还得多征求她的意见 因为沐象这一路 也看出甜甜是个有主见的孩子 她不想让女儿留有遗憾 这些话正好被跟完一的沐优越听到 她没有作声 只是静静地观察着 老爹继续吩咐着老二 以先去给陆家人找点麻烦 颇份放舌都招呼上 先给他们来个下马 喂 认真的吗 老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种损招居然是自己的丞相老爹出的 老爹可不是闹着玩的 见儿子不争气 避掌披在了脑袋上 叫你去就去 哪那么多的废话 行行行 听你的 沐优越在门后观察了老半天 父子俩的对话让她有了些许的动物 看来这个家道也不赖 往后的日子 真是让人越发的期待了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 老二为妹妹拉椅子 让其先坐下休息 突然一声温润的声音传来 甜甜回来了 只见一温润柔和的白面书声 出现在眼前 没错她就是沐优越的三哥 太医院复院盼穆书演 老三年纪轻轻 话音刚落老三就进了门 老二还调侃 真是巧啊 说曹操曹操道 老三解释 今日看诊的张大人染了肺牢 拨费功夫 就耽误了回来的时辰 沐优越懂医 自然知道肺牢这种结合病 在古代那就是不治之症 他竟然有办法诊治 难怪这般年轻就在太医院认职 沐淑颜想像小时候一样拉着妹妹亲近 谁料还未适应的沐优越 却条件反射地躲开了 妹妹的反应倒是让沐淑颜 有些始料未及 本该亲近的妹妹 现如今如此生疏 真不知道她都经历了什么 越看越心疼 忙从衣袖里拿出一个油纸包 三哥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杏仁干 几年前铺子转让 哥哥便把店铺盘了下来 想着你若有一日回来 还能吃到这熟悉的味道 沐优越看着三哥手中的杏仁干 心中也不由得有些动动 拿过一个放进嘴里 那甜中带酸的味道 在唇齿间弥散开来 的确有股熟悉的味道 好好吃啊 越吃越开心 这一切沐伦颜也看在眼里 看着妹妹明媚的笑容 心想 如今你回来了 我们兄妹一定还能和从前一样 哥哥再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接着温柔的擦去妹妹脸上的新人感 别心急 慢点吃 家里有事 听到临时管购 又有哪个女生会拒绝 此刻的沐优越开心的像个孩子 谢谢三哥 这么融洽的一幕正巧被老爹看到 老爹激动的老味纵横 甜甜喜欢就好 真的是太好了 老二沐星则是真怕老头子 一会儿又激动的豪出来 赶忙上前转移话题 大哥和小四呢 这么好的日子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看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就嫌弃 你以为都跟你试得随叫随到 随后又惋惜的叹了口气 老大如今身为军务提督 最近正在军营练兵 小四那边也有大理寺少卿要处理的公务 虽说暂时都抽不开身 但我以休书把甜甜回家的消息告诉他们 这一家人总算是要团聚了 忽然吓人来报 老爷 蕊小姐来了 沐相满脸嫌弃 天生这个接骨眼来 一个养女还挺会挑时候 不出意外 这位蕊小姐还真是大家想象的样子 一家人团聚 得了消息的养女傅蕊赶忙过来 她是丞相府管家之女 进门就招沐相行李 义府 而后又微笑着朝沐星泽和沐淑言失礼 二哥和三哥也回了 沐星泽懒得搭理 心想谁是你二哥 沐淑言倒是出于礼貌笑了笑 天天回家这等大事 我既是在京城就不能错过时间 绿茶就是绿茶 就连衣服都是绿茶色 听了沐淑言的话 故作惊讶 这位就是月姐姐吧 沐忧月寻声看了她一眼 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眼里都不想你 只是望了一眼 就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水杯 被无视的傅蕊气得咬牙切齿 竟不知死活地在全家人面前埋态沐忧月 听说你被拐卖到了乡下 如今可算回来了 这话一出沐相立马大声地咳了咳 警告她住嘴 心想这人怎么回事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则的警告傅蕊 倒是收敛了几分 月姐姐你回来了真好 以后我们两姐妹就可以做伴 府里平时就蕊儿一个女孩子 蕊儿怪无趣的 对这种绿茶沐忧月根本不感兴趣 甚至于还很嫌弃 只是慢条思理地喝着茶水 连在抬眼看她都懒了抬 局面一度有些尴尬 老爹出来圆场 田田 蕊儿是傅管家的女儿 傅管家前年去世了 我就收了蕊儿做一名 沐忧月依然面无表情地喝着茶 这会儿就连老爹都懒得理 这下老爹可慌了 糟了 田田不会生气了吧 说来也是 女儿在外受苦多年 却把别人的女儿养在身边 哥谁谁会高兴 自觉对不住田田的老爹 随即就下了逐客令 蕊儿没事的话 你先回去吧 田田今天刚回来 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 这下可好 小丑竟变成了自己 刚想顺势坐下的妇人 也将在了原地 面色很是难看 甘大到了极点 只好强装镇定 既然如此 那蕊儿先行告退 义父和二位哥哥 可得好好跟月姐姐唠唠家长 这边傅蕊转身离开 屋内的气氛 就又回到了刚才的热闹 一家人其乐融融 走出善听傅蕊的脸色 已然黑了一半 走到一处角落 咬牙切齿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不知好歹的村姑 身为牧家千金 一点规矩也没有 这里可是丞相府 又看向一旁的水刚 水刚浮现出牧优越的道理 心想 长得跟狐狸金似的 刚回来就让义父和两个哥哥 对他如此贴心 我傅蕊虽然不是丞相的亲女儿 却也是这府里名正言顺的千金 五年前成相遇次 若不是我爹舍命相救 幕府何来今日的荣光 荣华与地位 这些都是我该得的 谁也不能夺走 这才是真千金的待遇 哥哥们不仅把最好的都给妹妹 出门还要把妹妹带在身边 再看那位蕊小姐 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见她生气 身边的侍女好言相权 小姐 二少爷向来不喜欢咱们的和香月 可老爷还是把你疼到了子 你不必 话还没说完 傅蕊就不悦地瞪了侍女一眼 要你一个奴才多足 话落了 他又恶狠狠地往门内的方向 看了一眼 欲言又止 随即愤愤离去 心想 回来的又如何 本小姐才是丞相府唯一的千金 走着瞧 一日一早 幕优月的房间 便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 门外下人还在往屋里搬着 木星泽放下手中的包裹 冲着幕优月灿烂一笑 还有什么缺的 都跟二哥说 你才是丞相府真正的大小姐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 眼见一家人这么宠自己 幕优月心中更是一阵温暖 微笑着道谢 这些足够了 多谢二哥 妹妹这么有礼貌 木星泽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一家人谈什么谢不谢的 对了 老头子早起进宫早朝了 我也要出门一趟半点事 一起吃个早饭 顺道带你熟悉一下经常 就知道妹妹是个慢热的 也是怕那个傅蕊来找事 自己不在妹妹吃亏 还没等妹妹考虑 木星泽就拉起妹妹往外走 反正这个家就最显 走吧走吧 转眼来到街上 马车里木星泽端着石河地 给木优月给 浮满楼的汤包 刚出锅热乎着 看到热气腾腾的包子 眼睛都是亮的 看着就很不错 麻烦二哥了 还没开吃马车就停了下来 到了 看到景王府的贬任 木优月好奇地问二哥 你说办事 是来这里 没错 木星泽在前面引路 你三哥现在还在太医院 若是留你一人在家 我也不放心 就这么边走边聊 景王的传闻 都说景王是个 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担任帝师的同时 还手握兵服 国内数十座大城 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想得入迷 殊不知他包子的香味 早已引来了一只狼 灰狼流着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桌子上的包子 不停地发出啰啰的声音 这声音也让木优月回了神 回头望去 任何狼都咯噔了一下 场面一度有些当大 被发现的灰狼 索性嗷呜着走了出来 木优月也被吓得站了起来 看清楚狼的全貌 他突然发现 这不是三年前的那头灰狼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帅气的王爷终于露面了 就在刚刚 正在凉亭吃包子的木优月 引来了一头狼 张眼巴巴地看着桌子上的包子 这可把木优月吓得不轻 为了不让灰狼伤害自己 他害怕地站在了石凳上 局面一度有些僵持之时 有一小奶包走了过来 小狼你在干什么呀 姐姐你下来吧 小狼不会咬你的 只见一个长相乃乎乎的 门娃抚摸着灰狼的脑袋 灰狼享受的就像只哈士气 终于有人来救场 木优月也松了口气 小奶包好奇地凑上前坐下问 姐姐是木像家那位嫡女吗 是 得到肯定的答案 小奶包满脸兴奋 那你岂不是就是那位 传说中的太青山神医 木像说你自幼就有学医的天赋 最近医术大成了才回家一趟 闻言木优月倒是有些错愕 嗯 我爹说的没错 心想 这老爹竟然还提前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帮我叔叔看一下 萌娃开口木优月也不好拒绝 只好答应 好啊 要看什么病 就是那种 那种 小奶包紧张地点着手指 然后又难为情地挠了挠头 等了半天也没说出的 所以然 见孩子这么难以启齿 以他的经验来看一定和那方的一关 然后一脸认真看着小奶包 怎么 你叔叔难道也不孕不孕吗 小奶包惊讶地张大嘴巴 目光直直地看向木优月身后 木优月也循着萌娃的目光回头 只见一高达威猛 一身华服的男子出现在面前 耳边还传来萌娃声音 叔叔 你怎么来了 仰头定睛看去 男子一袭玄色黑蟒豪 容貌如折仙一般 甚是俊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夜玄景 越看越眼熟 三年前救了我的人 竟然是他 随后木优月尴尬地咳了一声 只是没想到他竟也有影迹 接着缓缓起身 想着既然欠他一份恩情 不妨替他把病治好 这样也就两亲了 然后木优月轻咳一声 神情自然地说道 其实这方面的病很常见 锦王若是信得不我 我可以帮你医治 不是那个 姐姐 小奶包下的赶紧开口 要解释一下 话未说完 夜玄景便玩味地调其眼尾 慢悠悠地开口 那若治不好呢 小奶包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小奶包谎称自己的叔叔有影集 让木优月给其治疗 木优月见其本人发现 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为了报恩立马应下 并保证治好 锦王玩味地看着木优月一问 那若治不好呢 木优月倒是信心满满 我有信心 除非锦王的患处实在是 木优月眼嘴轻笑了一下 剩下的话没说完 眸光倒是若有肆无地往他某处瞟了一眼 夜玄景注意到他的眼神 漆黑的眸底让开笑语 你胆子倒是挺大 听他这薄凉的语气 木优月感到了几分扑面而来的危险之一 他不知道夜玄景是否还记得自己 最后只道一句 总归是我欠锦王殿下一份恩情 殿下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定不推辞 你们慢聊 我就先适赔了 夜玄景站在那里 还在思索着他刚才的话 小奶包倒是热情的挥手道别 姐姐 有空我再去找你啊 文言木优月轻笑一声 潇洒地回头 你是皇上 不必对我如此客气的 小奶包到了马甲 瞬间干大地愣在原地 看着木优月离去的背影 气鼓鼓地说 不好玩 怎么一下子就被猜到 锦王依然是一头雾水 心想 算了 先语的病事关重大 关于他暂且不急于一时 娃娃就是娃娃 线下里只剩下皇叔和他自己 做错事的他避免责罚 只好睁着他的卡兹兰大眼睛卖口 叔叔我错了 之前教你的 都忘记了 正错了 那你不生气了吧 行了 又不是小姑娘 别撒娇了 终于过了这一关 松了口气的小奶包 又坐起了腰 故作惋惜地抚摸着小灰灰 小灰 这原来只想帮自己求个一 没想到叔叔竟然也有影迹 这话一出夜玄景 直接一个脑瓜崩弹了上去 闭嘴巴你 哎呀 与此同时 木优月已经坐上了回府的马车 听过他哪里有毛病的 身为医者要保持 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并员隐私 不能乱说 木星泽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田田说的也是 心想 既然是影集 总归是件很私密的事情 多打听为难道田田就不好了 马车一路走着 快到丞相府时 木星泽忽然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小声说 对了 咱们今天去锦王府的事情 别让爹知道 他平时就看不惯锦王 被知道我就死定 木优月文言 挑眉 来了几分兴致 那你竟然还在他手底下做事 神医名号被泄露 田田决定姚号看着 这边在回府的马车里 木星泽表示 去锦王府的事情 不可被老爹知道 老爹一向不看好锦王 木优月文言 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二哥 那你竟然还在他手底下做事 木星泽知道妹妹是个聪明人 也就不瞒着掖着 不愧是田田 一下子就猜到 在爹的眼里 我就是京城第一网库 我就偏偏要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证明给他看看 看着二哥这么有信心 木优月也为气高兴 忍不住夸赞一声 志向很伟大 是吧 还是田田最懂我 两人一路到了丞相府 早已回府的木相 眼巴巴地等着女儿的归来 见到女儿的一刻 眼睛都是亮的 田田回来了 怎么样 累不累 可不可 爹爹已经叫人 准备好了茶水点心 要不要吃点 边说边把女儿往屋里迎 木优月也是热情地回应着 正好有些饿 谢谢爹爹 待木优月坐下 老爹更是心疼地 拿着点心 亲自喂给女儿吃 这个可好吃了 甜甜尝尝 而在一旁 完全被无视的木星泽 一度又怀疑 自己是不是简直的 此时 府门外忽然传来 一阵嘈杂的声音 求神医救救我 在看府外 又有大量的百姓 跪在门前 不停地叩拜着 神医啊 求你大发慈悲 我爹生染完季多年 实在是没者 神医 神医 外面不停地呼唤着 府内的管家 一是匆忙来报 老爷 外面突然来了一群 要求医的百姓 大家都知道了 太清山神医 就在咱们丞相 这会儿都堵在门口 管家说着 木相倒是有些 开心地点了点头 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你 甜甜 现在想让你在京城 站稳脚跟 最有力的身份 便是太清山神医 今日爹爹自作主张 将此事告知了陛下 木优越也自知 丞相组敌女之前 在外人眼里 早已去世多年 如今自己突然回来 爹爹自然是要帮 自己寻一个借口 随即笑着回应 爹爹一片苦心 我自是理解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 说完女儿的事 又嫌弃地看向 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还是你最懂事 不像你二哥 一向被当作反面教材的 木星泽也是无语 心想 看我干嘛 这都能扯到我头上 为了缓解尴尬 木星泽轻咳一声 现在门口那么多人求医 甜甜都要给他们治病吗 木优越倒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每三天做一次诊 一次只接待三位病患 让他们自己摇号吧 太清山神医的名号 真不是盖的 我正是决定开家医院 每三天做一次诊 每次三个人 由抽签决定 老爹也当即决定 把城南一间空闲的铺子 改成医院 木优越倒是没什么意见 对了 只不过 老爹看向木优越欲言又止 木优越知道老爹在担心什么 陆妙龄若敢来 我自然敢给他看着 就怕他没那个胆子 提起陆家 老爹又是一肚子的怨气 见女儿离开大堂 便问木星泽 我之前吩咐你办的事情 进展如何 无须多虑 一切尽在掌握中 待我将陆勇 为这些年私下 贪赃王法的罪证 搜集完整 我便要他陆家 彻底消失在这世上 此时的木像浑身 透着肃杀之气 木优越还未走远 听到父子俩的对话 有些记忆又在脑海浮现 光一个陆家 还远远不够 此次回京 非但陆家必须要付出代价 还有一人也绝对不能放过 画面一转 城南的一本开业 吸引了大批的感性围观 真没想到 丞相府的敌女 就是传说中的太青山神医 简直匪夷 我一直以为是个老头子 没想到竟是个年轻的姑娘 你说她真有那么神吗 当然 神医什么都擅长 尤其是不孕这方面 外面讨论的热闹 医馆内 小联村的李婶 昨日就到了京城 刻意来给木优越打下手 的切准备就绪 木优越接待了第一位病女 只见男子戴着帷帽坐起 双手激动地拍在桌子上 神医 您看能不能帮我 见这人如此急切 木优越也是疑惑 帮你什么 男子掀开帷帽 哭唧唧地指着自己的脸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条带鱼 我这一天天都快烦死了 神医可有法子帮我制止 木优越对待病人 也是满脸认真 凑近瞧了的仔细 不得不说 仔细一看 还真是怎么看 怎么像条带鱼 他轻壳一声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你这是突眼症 先抓几位药夫 再换处观察情况 带鱼难闻言能治 轻得眼睁得更大了 这病真的能治 木优越则自信地点头 能你先随李沈上楼服药吗 带鱼难边上楼边 一直打量着木优越 心中不免 还有些存疑 这姑娘年纪那么小 真是个神医 不知过了多久 李沈就帮带鱼难服好的样 眼睛上包了一圈厚厚的纱布 由于看不到路 还是有些慌张 怎么感觉有点刺痛刺痛 李沈则是边扶着带鱼难 出来边嘱咐 赶到疼就对了 回去帮三天 三天后再来复查 眼见第一位病人 安然无恙的离开 在外面观望的百姓 也在跃跃欲试 争着抢着也想要一个好 拐脚处 陆妙龄坐在马车内 观察着这一切 自己始终想不明白 木优越为什么 突然会了医术 但这都是小事 自己最大的秘密 还被木优越拿捏在手里 若他真的在京城站稳脚蹬 也就真的没有机会动手 越想越烦躁 只好先回陆府想办法 与此同时 李沈也向木优越 报告陆妙龄已离开 要不要 木优越倒是有自己的打算 无妨 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 转眼来到三日后 木星泽一大早 就疯疯活活地进了衣服 早晨路过府满楼 给你打包的 趁热吃 见到二哥木优越 也是满脸欣喜 二哥这几天去哪了 木星泽挠了挠头 有些心虚 就是去外地办了一些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 见妹妹又要问 木星泽赶忙堵了回去 现在你专注自己的事情就好 见二哥如此反应 木优越大约猜到了一些 只是嗡了一声 横给面子的吃着包子 正吃着 外面传来吵闹声 木优越 叫他给老子出来 再看外面京城负伤 陶胜康 也就是那个三日前的戴鱼男 指着自己流血的眼睛叫嚣 这哪门子的破神医 直接把老子给弄下了 木星泽赶忙出来 怎么回事 建议馆出来人了 陶胜康的夫人 娇事赶忙扯着嗓子大 我家老爷前几日在你家看病 明明是来改善面容的 你们那位拥一妃说是眼睛有问题 老爷听了你们的话 给眼睛资药 结果惊倒起来 眼睛就剧痛流血 这话一出 周围的百姓也都又慌又怕 再也不敢进去看病 木星泽哪能忍受外面的人 这么评论妹妹 气得怒吼 都给我闭嘴 他的怒吼还真起到了一些作用 气氛瞬间变得安静 焦事仍不服气 木二公子 大家伙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你不能存心包庇妹妹吧 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 我就去金兆府告你们 木星泽正要理论 木优越拍了拍 他的肩膀走了出来 可有人碰过你的眼睛 陶胜康一口否认 你什么意思 当然没有 木优越凝视着他 此话当真 你身旁这位丫鬟的指尖上 还散发着乌头的味道 跟你眼睛所中之毒完全一致 丫鬟被当场戳穿 吓得眼睛睁得如同灵斑 痘大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下 回过神的丫鬟赶忙否认 不可能 我有什么理由谋害老爷 同为当事人还真不好说 木优越只好提议 是不是真的 找个会医术的检验一番 便能得出结论 木星则适时出声 我这就进宫 去请几个太医出来 不多时 木星则便把太医院的院判 张太医和副院判 木书延请过来 焦氏见来人有 木家人伸手捣住 不行 这木副院判是你们木家人 能公平检查吗 木书延则是一脸正气的看着他 语气谦润而有力 本太医为陛下效力 行医问诊 向来论己不论心 夫人这般抵触 是在怀疑天子的眼光吗 焦氏自知失言 地脸惶恐 名副不改 接下来的时间 两位太医都分别检查了 陶胜康的眼睛 和丫鬟的手 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张太医最后宣布 丫鬟手上所沾染的 确实和那人双目锁中之毒 同为一种 都是乌头 不可能 奴婢是冤枉的 丫鬟当场脸色煞白的跪了下来 这时陶胜康也想起来了 惊呼一声 昨晚 对 就是昨晚 翠星说我眼睛上的纱布歪了 帮我整理了一下 难道就是那个时候 焦氏本就看不惯翠星 一听这话 上前就给了翠星一个大逼兜 好一个雕奴 竟然干出这等丧心病狂之事 你说为什么给老爷下毒 翠星满脸委屈地捂着自己的脸颊 奴婢冤枉 奴婢真的没有下毒 既已找到原因 陶胜康也顾不得其他 赶紧对着两位太医失脸 两位太医 那我这眼睛 还有救吗 两位太医虽没有说什么 但都表现出了为难之色 得了这个结果 陶胜康整个人都傻 难道自己就这样一辈子瞎了 突然又想到慕幽月 转头就跪在了他的面前 神医 是我有眼无珠 请您大发慈悲救救我 慕幽月倒是早就预料到了结果 语气随意 你刚刚不说我是庸医吗 听此言 陶胜康似是抓住了希望 惶惶不住地磕着头 都是小的口不择言 您大人有大量 小的以后当牛坐马 在所不息 时机成熟 慕幽月也不再为难他 行 这句话我记下了 你随我来吧 慕幽月大显伸手 戴于南秒变小鲜肉 有人要害慕幽月 就拿他的病人下手 叫来太医也没有办法治好 见时机成熟 慕幽月再次出手 戴于南陶胜康跟随他来到医馆二楼 慕幽月拿出绷带 重新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眼前晃了晃手 确定陶胜康看不见后 催动自己的玄灵术 接着在指尖结印 染着凌厉的气息 在慕幽月的指尖凝出 在空中凝现一团蓝色的烟雾 蓝雾迅速地钻入陶胜康的眼睛 他忽然惨叫一声 下意识地要捂住眼睛 慕幽月赶忙制止 别动 戴蓝雾完全消散 慕幽月顺手摘掉他眼睛的沙发 可以了 陶胜康试探性地睁开双眼 唯有能看见 激动地站起身就往外走 想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家人 与此同时 慕幽月也提醒他出门照镜 带陶胜康走到屋外 外面等待结果的一众人都齐齐地看向他 并且惊呼 天哪 神医啊 真的是神医啊 只见他眼睛不仅种种有神 就连容貌也年轻了几分 再也不是那带鱼的模样 陶胜康指着自己的脸兴奋地大喊 哈哈哈哈 我遇到神医了 看着如此帅气的夫君娇士也红了脸颊 还还真的和以前不一样 夫妻二人看到慕幽月感激地直接跪倒在地 多谢神医出手相助 往后神医若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豪家势必为您赴汤倒 沐星泽和沐淑妍也过来称赞 之前爹说田田是个神医 起初还有些不幸 可这妙手回春的本事 说一声神仙下凡也不为鬼 然后二人交换眼神 不愧是我们的妹妹 众人见了这一幕 更是奉她为神 不停地叩拜着 祈求这位神医救救自己 殊不知这里发生的一切 又被斜对面茶楼里的夜悬景 尽收眼底 她饶有趣味地看着慕幽月 现在看来 这小姑娘的确有两把刷子 慕幽月思绪飘落在某个方向 似乎看见了一个蓝色景群的深意 心想 还得多亏某人泼的这盆脏水 否则我还无法迅速在京城立足 而在墙角观察的 陆庙灵剑计划失败 恼怒不已 慕幽月我不会让你好过来 随后恶狠狠地吩咐手下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把那丫鬟封口 是 这边陶圣康夫妇正不顾颜面地 教训着丫鬟醉 两人的双管齐下 差点扒掉丫鬟一层皮 撑不住的翠星向二人祈求着不要再打 并且交代自己动手 是因为爹娘在他们手里 实在是没有办法 正要接着交代幕后主使 暗处突然飞来一枚飞镖 刺破翠星的喉咙 翠星瞬间瞳孔一缩当场毕命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沐星泽和沐树颜震惊之余 直接倒在了妹妹前面 茶楼内的夜悬景 往飞镖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过 他边喝茶边吩咐贴身护卫 林青把人抓了 给沐小姐送去 遵命 可爱的老爹有危险 陆妙龄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见计划失败 就直接当街杀人 沐树颜看着抬走的尸体很是担忧 今日之事 摆明了是有人暗中使唤 树大招风 只怕这只是一个开端 你要记得多留心 沐星泽则是拍着妹妹肩膀让其放心 甜甜放心 善后的事情交给二哥 有这么一家人关心自己 还是蛮不错的 为了缓解气氛 这时李沈的包子也恰到好处的出锅了 三小只转身进屋用饭 就在沐星泽快要进屋之时 听到门外传来东的一声 沐星泽立马转身查看 只见云青不屑地拍了拍衣袖 地上的黑衣人还在呜呜地蠕动着 沐星泽倒是有些纳闷 心想 叶玄景的贴身护卫怎么在这里 接着试探性地问 这是之前的刺客 嗯 你们自行发落吧 云青简短回答 沐星泽瞬间明白这一定是锦王受益的 随即失礼 这人情先记下了 改日请你喝酒 说完云青便休得一下消失了 一个时辰后沐家后院 得到消息的老爹也赶了回来 老爹质问黑衣人 说是谁派你来闹事的 老爹一想到有人动自己的宝贝女儿就上头 越问越起 嗓门也是越来越大 恨不得生吐活泼的刺客 沐星则见老爹如此生气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留着也是无用 然后就建议直接咔嚓了之 老爹则是嫌弃他整日 只知喊打喊杀 没一点脑子 一家人争论的起劲 殊不知危险也在慢慢靠近 黑衣人不知何时拿出了一把小刀 眨眼的功夫便割断了手上的绳子 刷得一下跳起 冲着沐象就刺了过去 吓得沐星则赶忙大喊 爹小心后面 说时时内是快 只见一旁的沐优越不慌不忙的拿起一缕发丝 只是在嘴边吹了一下 那发丝就如同有了定位一般 直直的刺入黑衣人的眉心 黑衣人立马定格 手中的匕首也随之落地 下一秒瞳孔一缩就倒在了原底 这突如其来的反应让老爹措手不及 差点把老妖闪射 沐优越担心的上前询问 爹 二哥你们没事吧 老爹对着乖巧的女儿摆摆手 没事没事 多亏田田出手及时 没让歹徒伤到 这话一出沐星则倒是倒吸一口凉气 刚才是田田阻止了鹿狗派来的 出生还好 一出生老爹就来气 养个儿子还不如女儿 逮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就是当头一拳 肯定是我宝贝女儿的功劳 不然还是你吗 沐优越眼嘴一笑 出来原场 借了二哥的头发略是小鸡把 此事可切莫对外人提起 好 刺客的是告一段落 沐优越得空又研究起 不孕不育方面的医书 通常来说这方面的病最好 是伴侣双方一重来检查 可陆妙龄是打死不敢让轩坤来诊治的 那夜选警 也没听说她娶了王妃 莫不是府里还藏了几位相好 那就棘手了 越想越想不通 算了 放下书还是干点越黑风高该干的事 画面一转 沐优越已是一身黑衣 手中常见擦的是赠光瓦亮 转眼的功夫就走在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心想 既然陆家不知收敛 赶到医馆为非坐在 那我也得为他们准备一份回礼才是 正走着面前突然出现一道黑衣 定睛看去 怎么是她 她还真是和三年前一样 喜欢大晚上在外面溜达 假装不认识正要转身离开 夜选警倒是先开了口 做贼去了 闻言沐优越只好尴尬地撩起帽子 呵呵 失眠 出来透透气 夜选警轻瞥了一眼 她手中常见 早已心知肚明 但也懒得拆穿她 只是嘱咐了一句 天快亮了 早去早回 嗯 再见 沐优越见没找自己什么事 转身赶忙离开 带她走后 夜选警视线划过她刚刚停留的地方 走进捡起她掉落的东西 这是医书 透着月色看清楚封面上 不韵不韵那几个大字后 不自觉地哼笑一声 随意翻看两印 沐姑娘确实为病人酌情 是个好待的 一日不是坐枕的日子 沐优越正悠闲地坐在院子里吹风 老爹火急火燎地端着一大堆零食馆 他满脸讨好的叫了声甜甜 然后白手饼推院子里吓人 放下零食凑到女儿耳边敲咪咪地说 听说 昨晚陆永会的府邸里又死人了 接着就手舞足蹈地描述着陆家的恐怖画面 沐优越则是怡然自得地边听边吃着手中的糕点 老爹忙活了半天 忽然发现女儿并不惊讶 此事早就知道 老爹也瞬间明白 以后这些事交给爹爹就好 就学你那没心没肺的二哥一样 每天逛吃逛吃的就好 怎么高兴怎么来 真是躺着也中枪 在这个家受伤的永远是可怜的二哥 沐优越委屈地擦着伤心的眼泪 错误了 终归是错误了 可爱的妹妹发现了二哥的到来 二哥找我有什么事 沐优越在听到妹妹声音的一刻 立马恢复了正常 刚听到一个好玩的消息 陆永会方才去了一趟金赵府 上报了府中的人命案 一说到陆永会 老爹就条件反射般的暴怒 这个臭不要脸的 还敢报官 再让我见着 看我不一巴掌拍烂他的脑门 可这件事最让沐优越想不通的事 审理案件的陪大人一听 便说今早已经有人投案自首了 并且还画压签了字 投案自首的正是昨日那个黑衣人 可是那黑衣人自己早已命远 扔去乱葬岗呀 这事却有蹊跷 就连老爹也没有头绪 老爹试探性的望向甜甜 甜甜你知道吗 沐优越也是越想越一脑门子问好 这就奇怪了 是谁在暗处帮我们 说到暗处 沐优越倒是脑子闪出一个人影 难道是他